盘点,世界上徒手最能打的三个人,打遍同时期所有格斗高手 全民兄弟们,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大家有没有想过,世界最能打的人是谁呢? 小碰哥,我倒是有三个人选 他们就是麦克泰森、菲多和克罗地亚战警 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擂台高能时刻吧 第一,泰森 麦克泰森出生于1966年6月30日 在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生活 年轻时进过少年居留中心 高中都没读完,就被学校开除了 当时一无所有的小泰森穷困潦倒 这时,泰森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库斯达玛托出现了 他对于泰森相当于父亲一般的存在 库斯达玛托不仅看到了泰森的潜力 还叫他训练搏击格斗的技巧 还是泰森的监护人 也是因为他,泰森才能走出人生的低谷 可惜库斯达玛托1985年就离世了 然后在1986年,泰森第一次获得世界重量级拳王 泰森时代正式降临了 他成为了WBC、WBA和IBF 世界三大拳击组织公认的世界重量级冠军 击败了斯平克斯、霍姆斯、塔布斯、布鲁诺等著名拳王 还九次未免成功世界冠军 对于泰森这个人真是有无尽的敬佩 大家最喜欢泰森的哪一场比赛呢 是喜欢他无往不利的铁拳 还是暴力拳台依旧绅士的人格魅力呢 视频背景是泰森和拉多克的一番战 他拉多克敢于和泰森正面对攻 打法凶猛一场 泰森重拳KO之后便很兴奋 因为拉多克是他值得尊敬的对手 能不能吴内处 上车的 zurück 上车盖完 Page says he slips 他抠持买 约翌尔健是 中央擀由 哈绿自役 高两代 正硕 强荣 �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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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